建校将近80年的云林国立虎伟高中 培育出许多优秀人才 许多校友饮水思源成立校友会 并捐赠奖助学金 日前由校友会发起岁末联欢活动 以慰绕教职员 让校友回娘家团聚 洗开经20桌 热闹非凡 云林虎伟高中岁末联欢活动 洗开18桌 近200位教职员及校友与会热闹非凡 办这样一个活动 一方面来慰绕老师的辛劳 一方面来作为大家联谊的一个活动 那把这个歌我想提出来 校友会跟校友基金 还有家长会都非常支持 由校友会发起的奖助学金 已经在虎伟高中运作25年 校友们饮水思源反馈母校 许多资深校友返校参与联欢活动 包括建筑开发公司执行长林建宏 饭店总经理廖玉辉 以过来人的经验 鼓励学生不要怕困难 要学习一技之长 我们校友会有成立一个基金会 我本身自己每年也签助60万 成绩很好的 当然继续去读理想的学校 假如说你成绩普通的 我是不鼓励他们说一定要读大学 比如五专的 这个专长的学校 我可以信念出他们以后的专长 那这样以后他们的工作才要保障 我失败过 我曾经负债将近60亿 人生本来就没有一反风顺的 所以学生们一定要学会说 你不能够想说都一反风顺 在逆境中的时候能够维持自己的任性 能够去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两位杰出校友都曾遭遇人生重大挫折 如今能立足社会 共通点是跌倒后选择勇敢面对 克服困难再度重生 希望借由自己的故事 勉励同学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新的好台电视 张又铭 陈一文 台湾远林采访报道